那第二個新聞是二十九歲的登山女神 曹格爾 其實我們以前討論過 對 然後他日前被週刊爆料說 跟已婚的婦商搞不倫戀 那最近又捲入了登山世界紀錄 真實性的遺雲 那最近四個一個月婦商的政工 在社群網站發表經歷了情商的感觸 因為這個婦商的政工也是一位女強人 那政工到底說了什麼 因為一群大老婆是出來支持她的 來 志偉 對啊 因為所以常常人家講說 女人要有自己的事 也要有自己的錢 你才不會因為男人的背叛 然後覺得自己為了生活而忍辱 這個歹戲脫棚這段婚姻 那當然這件事情是一個多月前發生 那當時他都沒有發表任何的談話 所以他是最近在他自己的臉書上面寫了內容 他 他有講說其實 因為其實他 我們其實傳播圈都認識 那真的你很難想像說 他 他其實他是一個 他的員工都是認為他很魔鬼的 你有看過穿著的惡魔嗎 因為他對很多東西都要求的很detail 然後很仔細 很嚴格 沒理石碎谷 對 就是他是那樣子的老闆 所以 但是因為那樣子的老闆 他可以創造出他公司的業績 然後跟他合作的客戶 都對他是很滿意的 他在演藝圈也有蠻多好朋友 所以他就告訴大家說 我沒有想到有一天 我也會遇到這種事情 或者是他已經有預料到了 因為你嫁給有錢人 有時候可能就要想 就要有這樣子的認知嘛 那麼這位政工 他是公關界的女強人 他怎麼說 他說其實他在知道的第一天 因為他沒有跟一般人一樣 但是我不曉得一般人是不是跟他一樣 他說他沒有 他還是繼續工作 而且他那天有訪問 因為他有做Podcast 所以他那天是要訪問人家的 那通常如果你是晴天霹靂的 知道這件事情 心情其實很難調整 然後正常的去面對你的工作 但是或許他也大風大浪的吧 我想他就是很正常的去錄音 去訪問 他有說他內心天人交戰 可是他還是撐著把他錄完 那那個 那些時候 他也沒有停止工作 我們看到很多什麼常辦清燈的 那種就是很難過 以淚洗面 他就是 眼裡就這個男人 他不見了 我真的就活不下去了 可是他沒有這樣子 所以他覺得說 其實你在這段期間 你有工作的話 你反而是可以轉移你的注意力 就不要一直把那個不開心的事情 放在心上 當你轉移助力之後 他就說他發現 他錄這個Podcast 他有置入 他有業配 他有錢可以賺 他有收入 然後他覺得說 我不需要靠這個男人 我一樣可以活得很好 我有自己的事業 所以結論就是說 女人 你不要因為遇到這樣的事情 然後你就覺得天塌了 然後人生毀了 其實你還是要正常的去做你的事情 你才不會被這件事情打倒 就是說他這篇 他的寫的這個心情的總結是這樣 那所以就很多圈內的女藝人 大老婆們 就有上去跟她留言說 講得真好 讚 女人就是要有自己的事業 女人就是要有錢 對 好 不過他有文字 我念給大家聽 他說完成工作就會有錢 認真的說我喜歡賺錢 是 他講得真好 尤其在這個非常時期 有業績 有錢入障 心裡特別踏實 還說工作帶來收入 讓你自由不被誰制約 也帶來能力情商的時候 可以用工作來療癒自己 一旦人生危機爆發 你還能思考 並且擁有他 並且擁有做決定的勇氣 他有感而發的說 只有你自己最可靠 只有工作最穩當 請你千萬千萬不要放棄工作 講得好 講得好 你感受這麼深 當然 那個分享一下 我是覺得人一定要有錢 有錢 有膽子 有自尊 沒有錢 沒有膽子 沒有自尊 錢非常重要 特別是對自尊心非常強的女人來說 女人經濟獨立 然後就可以精神獨立 就可以人格獨立 走到哪裡去都不用怕 因為你在那一方面呢 你找到了自我價值的肯定 雖然你在這一方面被人家糟蹋了 然後你可以用你另外一方面的自我價值肯定 然後把那一塊缺補的腳 把它給補起來 所以我很後悔那個時候 因為聽信了一個青出於藍 勝於藍的大片子藍文青 他對我的終身承諾 青出於藍勝於藍 所以我放棄了自己的事業 然後跟著他一起日日夜夜的拼搏 沒有想到最後他卻出軌外遇 要恭喜光麗 他這個最近打贏了 拿回屬於自己錢的官司了 那這樣的這個事情 等一下再請你來分享 好不好 那黃醫師聽到這個公關界的 女強人的講法之後 你的感受是什麼 第一個當然我剛剛很同意 就是夏姐的結論 但我覺得這個結論是 我們現代女生也聽了二三十年 但我會從另外一個角度 看這個事情 是因為我同時去研究正宮跟小三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八卦的 然後第一個想法 其實是很很正常的 就是我們都會覺得說 一個正宮這麼好這麼漂亮 然後小三其實也沒有什麼多好的 為什麼老公去外遇了 那現在的問題是 我認為台灣的社會還是太傳統 太守舊 太保守 意思是說 那你的老公就是外遇了 其實我會比較喜歡看到的是正宮 你就你要說女生有錢有膽量 你怎麼沒有罵你老公 你告訴我你薪水很多你很實在 很實在的女人是很有底氣的 罵老公 就罵姦夫淫婦啊 就罵寡連賢持啊 為什麼不罵呢 那所以你錢有錢 那是要來幹什麼 那所以我就想 因為他沒罵 那他為什麼要告訴我們他有錢 那我覺得是這樣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很傳統很守舊 是因為台灣看有錢的人 才會看中他 那所以我相信這個正宮 在現在才剛知道 也許才一個月 還是相當脆弱的 因為非常脆弱 然後他又是一個 公關界的女強人 更會公關嘛 會在乎別人的說法 輿論會擔心 我相信比較會有壓力 即便他再怎麼厲害 還是會擔心別人怎麼看我 或者是我怎麼樣以後要走出我的一個路 所以他要告訴人家說 我是有能力的 那事實上我覺得應該要更超然 就是說今天這個老公爛 去愛上了一個爛女人 那到底關我什麼事情 我有需要出來跟大家說 我很好 我很會賺錢 我很漂亮嗎 我根本不需要 我不會因為這個 他們這麼爛 而覺得說我應該要向世人展現什麼 那為什麼需要展現 表示我們的社會會因為 爛的男人 爛的女人 而去質疑 好端端在家裡的正宫嘛 對 如果今天沒有人質疑 我怎麼會需要出來說我有錢 其實很多人在這個場面上 我看了這個 我最喜歡看八卦報紙 沒事會跑出來跳說自己有錢的人 一般來講都是希望得到人家的尊重 就是他現在有一個很擔心的點 我覺得他是擔心了 擔心人家因為這個事情 會不會像一般的市警這個小民 就是說會看不起他 他會覺得是他有問題或怎麼樣 所以他趕快先跳出來跟大家講說 我可是很會賺錢 但事實上我認為就是說 賺錢是很基本的 那基本的這個背後 就是說你往好處想是告訴大家 他就是說都會賺錢 但是事實上我們女生已經聽這個話 聽很久了 現在問題是有錢還不能罵男人 那我覺得這是個大問題 那你覺得為什麼他不敢罵 我覺得他想要主流婚姻 你看他從頭到尾沒有說他要離婚嘛 他從頭到尾就是大家都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那個說他 我不是說一定要離婚 我不是一個主張一定要離婚的人 但是我認為不離婚的人 在他的那個場域裡面 公關然後富商 那個世界 那個世界其實我看過 那個世界會有喜歡的主流婚姻的樣子 就是政公很有能力 家庭照顧得很好 我看新聞報導就是說 他們家裡有個酒櫃 酒窖 他要收集威士忌 跟老公在那邊品酒 這樣還是會出問題嘛 那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所以我覺得女生很辛苦 就是我們有需要在別人犯錯的時候 跑出來告訴大家說我很優秀嗎 如果我們台灣社會 不要覺得說一個女人 她只要這個婚姻當中幾歲 不管幾歲 其實她今天沒有出來賣青春 你看二十九歲的小三是賣青春 要漏奶 可是那四十歲的政公 她沒有賣青春 她就來告訴你我有錢 其實無非只是展現優點 那我會覺得很辛苦 對 好 馬律師你剛剛補充什麼 就剛剛這個女公關 我認為她這篇文章的內容 當然是掩飾她的一些脆弱 那其實人到這個階段都是脆弱的 對 她除了感情上面脆弱 包含外面形象為此 我認為她也許是要告訴自己 我目前還有能力修復我的脆弱 我還有能力去掩飾我的脆弱 甚至我還有能力去做一個選擇跟決定 那當然有沒有罵 我是認為在家裡罵 還是要罵到外面來 有些 對 有些太太會考量不一樣 那她 但是我認為 她沒有辦法離婚的原因 我們常碰到安全 像這種男生比女生 女生比男生強 會賺錢的 跟她老公是負傷 他們兩個財產都會相當 如果有些 有些老公的財產會放在老太太名下 如果老婆發現老公這樣子 想要離婚 又問一下律師發行算一算 我名家的好像比她多 搞不好我還要再給她 那這個警察就會 他會有點點猶豫 到底是現在就發難去離婚 然後把我財產算完 我的比她多 我再切一半給她 她會認為那我哪會 我想各位在座女人都不會嗎 她對不起我 我把她fired掉 我的錢還會噴一瓶而已 現在沒有一個女人 會幹這種事情 所以很可能她就在找尋一個 兩個空間 第一個空間在財產上面 做適度的分配 就讓她至少談到一個 近身出戶的這個狀況 不然就是給她 我們不了解的現實上 或者給她老公一個機會說 你乖 你是不是從此以後 不要再做的意思 是是 好 這個我一分鐘就好了 我覺得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他們兩個夫妻的關係 那我知道說 她是能力很強的一個女性 也蠻強勢的 那所以說夫妻相處之間 會有另外一方去外遇 我們剛剛講的嘛 為什麼兩百萬年薪的銀行經理 她太太會去外遇一個保全 她看了就不是錢 她要的就是能夠理解她 所以如果說這個富商 跟這個二十九歲的 也不算年輕 她會有外遇的話 你這樣子得罪太多人了 現在很多都十幾歲了 富商有些都要吃油氣 還有肉粥嘛 對啊 那所以說 他一定有他要跟他在一起的原因 那可能就是太太沒有 所以我發這張文章 只是要告訴大家 我可以把我自己過得很好 但是他沒有跟他講說 我的婚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那以黃醫師的個性 當然就是罵老公 但是有些 而且是公開罵 對 但是有些人 他是會檢討自己 是不是因為我怎麼了 才讓我的另一半去外遇 而接受 你以後不要再犯我原諒 好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